來看到國片再創家機 電影《我的少女時代》 第一天票房就開出紅盤 衝破了千萬 而且導演陳玉山 他把復古風給發揮得淋漓盡致 不只經典偶像跟歌曲 穿梭在電影的各個角落 連場景也都彷彿回到九零年代 而這部電影呢 因為描述的也同樣是高中生活 所以被譽為是女版的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白信衫配上西裝褲 標準的學生裝扮 90年代的校園故事 愛情《我的少女時代》 處處可以受到懷舊味 那時候少女有一種錯覺 好像誰買了最多照片 長大以後 誰就最有資格嫁給他 除了當年風明少女們的偶像 還有各類懷舊的福利社零食 連片中的服裝場景都很講究 讓觀眾乘著時光機 回到美好時光 因為在80年代 90年代 其實在東南亞 在整個亞洲 劉德華的出現 都會成為大家的生活 其中的一部分 可能大家不喜歡 但是對不起 因為那種量 你是逃不過我的 除此之外 耳熟能詳的超經典歌曲 包含鳳飛飛的《追夢人》 以及這首歌 你有聽出來嗎 重現失戀陣線聯盟歌舞 超猛依舊活跳跳 這首歌被選為電影裡的插曲 更是激起一波怀旧情 成为新一代听众热门搜索 我可不可以有更多 像我这个年纪或 或许我更长一点的 也一起join进来这个片子 所以我把故事的年代 往90年代去设定 企图往前或往后 能够容纳更多一点的观众 每一个男生都想在自己 新上人面前 呈现自己最强的一面 这个方式并不管用 特样是遭受生活 九把刀指导电影 让许多男生回味青春岁月 这位导演陈玉山 也以自己的高中背景 拍出我的少女时代 也让众多女孩们 也有专属的那些年 有点TV综合报道